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8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18号花联县议会县政总执询县议员张美慧执询 生活圈交通路网规划,宠物运动公园迟迟迟未启用等议题 而赖国祥议员则是对于薰物业养殖业者的污水处理 原乡地区弃燃税专款专用,要求花联县府能够落实执行 18号的花联县议会县政总执询首先是由张美慧议员 进行花联市交通便利性生活圈网路规划 宠物运动公园迟迟迟未启用遛狗不留狗变的宣导进行执询 并强调花联市的交通网络牵涉到花联市与捷安乡的居民交通便利性 我今天在交通议题上,特别针对大花联地区连接美轮区域的路网 在这个路网当中其实还缺乏一条便捷直线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花联后站要通往16股大道 因为花联后站大概连同临近的北昌村等等 有2万多户的户数人口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人口跟区域性的需求 已经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现况是要一条便捷的道路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在咨询的时候要请县府要审慎评估 来让这条直线道路能够开辟做好这个评估的工作 那这样子对于生活圈的连结 对于交通安全的这个提供服务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现行通行的道路是弯曲的 是狭窄的 那因为旁边的这个都市计划道路 其实也是划了几十年都没有办法顺利开辟 只有头尾有 那中间那一段是没有办法连接起来 那表示是开辟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另外一条路径 那希望在这条路径直线型的 那又可以符合到使用需求 那又可以用地取的是比较单纯化 而且弯出来连结十六股大道 它的顺向通行是比较顺畅的 那不会太复杂 所以我想县府这边应该要积极来协助花莲市公所 能够把这条道路能够竞辟的来竞速的来开辟 而在咨询过程当中 县长许正位也表示 在十六股大道的改善 花莲县政府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预算 来协助花莲市公所进行道路的改善 因为这未来的交通网络的部分 现在在今年一定要把它提报完成 所以我们也希望市公所能够提出来 那当然您的提务所述的A案和B案 我想花莲县政府也会尊重市公所的提案 因为其实在整个我们 无论是十六股大道 因为看议员讲到财政的部分 在这里曾卫还是要再一次说 花莲县政府是一个负债的县政府 那各乡镇公所其实到目前 乡户师傅都还有甚至四亿三亿两亿的余处 那我只是现在先讲我们的整个 花莲县及各乡镇公所的财政状况 那当然花莲县政府虽然财政的状况 是负债的状况 但是我们也很努力每年还本金还利息 而对于各地方乡镇公所提报出来 花莲县政府不以疑虑全力的协助 比方说我们现在完成了十六股 或者现在进行中的新进入 其实在这个我们已经大概花了六千五百万 在这里花莲县政府补助 那一件处来这个内政部一件处来实作 那有关于支线的部分 花莲县政策其实也有补助大概三千多万 那国祥议员则是对于目前 地方畜牧产业的自治条例虽然已通过 但是业者在相关的环保设施上 并没有设施完备之前 还是必须要有检测的机制 而检测养殖业者的污水处理 而原乡地区燃料税专款专用 目前行政院已经通过该市提案的执行 这个禁其实我相信县长已经失所很久了 要怎么样去剥划整个花莲县政府的 整个经济建设等等 所以县长他费尽心思了 讲到这个五个禁 那么第二个疫情就讲到这个道路 香道特色道路的问题 其实在上一次总执行的时候 我也特别提出这样的疫情 相关的疫情 只是今年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 我们立法委员高金苏美 他特别提出来了 而且追踪追案 已经追踪到了 有关于检测税的分配 那么今天我是希望 我们花莲县政府能够确实的盘点 各个乡镇的乡道 原住民乡道到底是有多长 原因是在哪里 原因是 所有的盘点出来的资料的道路的长度呢 是未来分配资源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这个对我们原乡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后赖国祥也要求 县政府农业处对于畜牧养殖业者的污水处理 必须要有监测的配套措施 而行政院对于原住民族部落道路养护计划 明年度将拨由 原民会专款专用 也请县政府能够积极了解相关的资讯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